大家好,我是苏小河 今天和大家说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和中国人的观念的陷阱吧 但是话题要从一个普遍的现象说起 就是我们发现这些已经离开中国人 有一个共同的现象 就是我们是一群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 我们是一群生活在日本的中国人 我们是一群生活在英国的中国人 无论是在什么地方 我们都要把中国人的那种生活方式 和一种观念的习惯带到别人的国家 然后始终再坚持一个角色 就是说我们是中国人 而且还觉得我们挺爱国 所以我就由此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这些中国人这一辈子 最难摆脱的三件事是什么 最难摆脱的 我想应该有三个层面的意思 第一个是什么你知道吗 第一个就是我们吃东西的习惯 我们的饮食文化 现在这个CCTV中线电视台拍了一个电视片 叫舌尖上的中国 虽然它是在夸中国人吃东西的各种琳琅满墨 各种好吃 各种饮食文化 是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什么的 但是真的 以我这些年大半年间的生活的感受 中国人最难摆脱的排第一的 还不是什么观念 还不是什么乡愁 而是我们的从小就养成的一个饮食的方式 和一个饮食的文化的习惯 包括饮食的一些礼仪 这个东西是最难搞的 所以 为什么在中文的视频里面最火的视频是什么 优管视频最火的视频绝对不是我们这些 骂土工的 也绝对不是唱歌的 也绝对不是什么讲历史的 博士的 是那些做菜的 你真的一个大写的福 就是 就是那些 告诉你在异国他乡怎么做中国菜 告诉你怎么去买中国的原料 告诉你怎么去买豆瓣酱 告诉你怎么去买醋 告诉你怎么去买中国的酱油 你日本的酱油再好吃 再干净也不对我们的胃口 我们就要想起一切办法 我们买一瓶中国酱油 我们要想起一切办法去买一瓶山西醋 真酱醋 我们要想起一切办法去买一瓶四川的叫什么 皮鲜的 皮鲜的麻 就叫什么豆瓣酱 我们要想起一切办法去买点八角茴 买点叫什么 叫什么 叫什么 一下想不起来了 paper core 什么 叫花椒 叫花椒 要想一切办法 哎呀 真的 这才是我们最难摆脱的地方 西方人的东西在我们看来不好吃啊 今天就是汉堡 牛肉 牛排 什么东西就是色辣 吃冷的 真的吃不管 这个东西真的是最难摆脱的 我们的故乡真的不是在某一个村状 不是在中国 我们的故乡是在我们的嘴巴里面 是在我们的味蕾里面 是在我们的味觉上面 一个人的味道的偏好 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他生活的方向 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他生活的品质 哎呀 中国菜里说有什么好呢 你要从科学的 不考虑味觉的习惯的层面 去分析中国菜的话 中国菜没有一件好的 我告诉你 油特别多 油一多就脏 你整天在厨房里就是大火大油的 那我们先说油吧 油一多就脏 真的 你的下水道一定会脏 下水道一脏就会有各种虫 有老鼠 有各种细菌 然后你洗都洗不干净 你没法洗下水道 你冲也冲不干净 因为油它黏在下水道的壁管上面 你会非常的脏 然后时间长了以后 你要在你住10年8年 你整个下水道周边的土地都是脏的 你一走过去闻得到那种油本 非常的脏 而且这个油 中国的油 我不知道大家都吃的什么油 我是尽量拒绝 或者是禁用中国的那什么花生油 什么有菜籽油 什么之类的这种 还有茶油 我都不用 我都是用的至少是橄榄油 椰子油 橄榄油 或者用点黄油 我都不用中国的那些油 那些油真的不健康 第二个是中国菜有一个最大的缺点 就是大火 什么东西的爆炒 哎呦大火 我观察这大火加上油 极高的反食脂肪酸 对人体超级不好 中国菜真的是有问题的 第三是什么菜都是一堆的佐料 还有多的佐料 要那么多佐料干嘛 我听说一个观点 中国人做菜为什么有那么多佐料 那是因为菜品太差 或者说菜的质量太差 你必须要搞其他的什么 辣的麻的 香的 油的 各种东西也放进去 然后遮备它的食物本身的味道 然后吃起来好吃 其实本质原因是因为菜的菜品太差 还有就是中国人的这个肉内 鱼内 这种东西虾内这种东西 它物质比较欠缺 不丰富 所以你炒个肉 你必须要用什么 纳椒炒肉 我们湖南的纳椒炒肉 哎呦 用什么什么什么 铜蚝炒肉 用什么什么 各种 反正要加点东西 各种加东西 你能大大方方的就吃一块肉 一块就是一块肉 一块牛排 一块牛排 一块猪排就一块猪排 一块羊腿就一块羊腿 烤一烤 沾点尿 直接吃不是挺好的吗 做鱼也是 四川的叫什么 麻辣鱼叫什么 重庆火锅鱼 不是火锅 叫什么 哎呦我都想不起了 好久没吃了 水煮鱼 对水煮鱼里面各种的作料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为什么就一块鱼烤一大块鱼呢 所以这个很有问题 真的不健康 中国人的菜真的不健康 其实它反映了一个很深刻的一个经济学的命题 就是中国的菜品的质量不好 意味着我们生产菜品的农业的水平不高 第二是中国的这种肉类的东西的供应不丰富 你必须要用这低劣的便宜的东西填充 所以中国很少有大肉大鱼的 真的都是一堆的东西火在一块 什么炒什么炒什么 所以你看中国的还有就是中国人爱吃汤 这个汤那个汤其实汤是最没营养的 真正的营养还是在肉里面 汤就是有点口感 因为用水煮了一下 然后上面冒点油花 那种油花有一种脂肪的香味 所以你觉得好喝 所以你想看广东人最爱喝汤 可是广东人长的个子是最矮的 还有那叫于难看 那就个子最矮 个子最小 你看人家北方人家蒙古人 就是吃羊 吃牛吃羊肉 长的是五大三粗的 个子高高的壮壮实实的 你说对吧 我们做了一个调查 我们今天去日本去韩国 这样的已经开放的国家 已经有生活方式有点改变的国家 他们的饮食结构也在改变 他们开始吃牛肉大鱼 大肉大鱼 就是一块牛肉放进去 真的 所以日本的韩国的男生女生都挺高的 就是这代 就不是说以前的老一点人 跟我们差不多都是小撮个 但是年轻人都挺高的了 所以我在推特上跟有些人聊天 我说你如果想让你的孩子长高点 就一个词吃肉 吃肉再吃肉 中国的饮食结果真的不行 这是最难改变的 真的是 有人开玩笑说叫知识 知那饮食 话不好听 但是真的是个事实 我说过人的饮食结果 人的味觉 决定了你的生活方式 甚至决定你的生活方向 他有些人为什么晚年以后 他还要回到中国呢 他真的 其实他舍不到 就是怀想那一口山东大葱的味道 怀想那个天津的煎饼果子的味道 怀想这个北京的醋柳白菜的味道 怀想湖南的小炒肉的味道 啊 怀想上海的这个亲友炒炒头的味道 他就是喜欢这个东西啊 我还见过最荒诞的事情 我有一个亲戚去美国去旅游 然后美国有一对老夫老妻的 就给他们下了一个死命令 你一定要从上海 从要带一 多带一点 叫做什么大饼 大饼 我不知道大饼什么样 我没吃过 说特别好吃 小时候就吃那东西啊 所以他人在这个西雅图 然后呢他还特别让他的亲戚 给他带了半箱子大饼 我不知道这个大饼是怎么带过去的 食品 基本上你过海关的时候 如果有食品的话 这种这个狗啊 他会闻出的你 你箱子里有食物啊 他会进去 但是他成功的带过去了 笑死我了 这是第一点啊 人最难摆脱的就是这种食物啊 而且食物还有一点就是 我们的饮食文化啊 这个吃饭的方式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反正不达文明 所以我跟很多我的朋友都讲 我说你吃饭的时候 一定要用嘴巴闭着 然后搅搅东西 不要一边说话一边吃东西 那样很不文明 而且发出一种动物吃饭的声音 这样不大好啊 当然呢至于中国人 不会餐前祷告 那就太太高级的要求了 咱就暂且就不表啊 那么第二是什么呢 第二就是中国人最难摆脱的是 他的观念 这个观念 这是我做视频最喜欢扯的一个词啊 我这些内容 我主要的工作就是编析中国人的观念 我简单给大家数据一下 中国人有七大观念是摆脱不了的 第一就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人死不认错 绝对不认错啊 我们说共产党不认错 那不是共产党他不认错 共产党也是中国人 共产党不认错 他是从中国的民情秩序来的 因为中国人都不认错 共产党当然不认错了 那共产党如果认错 说明共产党不是中国人 那好了 没有这样的事情 中国人不认错 不认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 不承认自己是个坏东西 这是中国人啊 第二个就刚好相反 第二个这个观念的先进去 中国人永远不知道自己有多珍贵 真的 天地之间就你一个人 你自己去看 你自己去找 你要是在这个世界上 你能找到第二个人 跟你是一模一样的 不仅仅仅仅仅长大一样 你的内心深处也是一样 那我服了你啊 找不到的 这个世界上有一百亿人 你只有一个 你是独一无二的 价值年成的 无价值宝 第三是什么呢 不知道什么叫财富 我们赚的财富的都是要光宗要走的 都是要显摆的 都是要当官发财死老婆的 这是我们赚钱的目的 真正的钱是为上帝所用 人不是财富的所有者 人是财富的 只是财富的管家 OK 不知道什么是财富 第五是不知道什么是家庭 这个我说过的 中国你不要以为什么是家庭 中国人的家庭关系全是错误的 一个孙子辈的人跟一个爷爷住在一块 这不叫家庭 这些混居 不叫真正的家庭就三个人 一个是丈夫 一个是妻子 还有一个是谁 是耶稣 耶稣基督 是上帝住在我们这个家里 这才构成一个家庭 夫妻是合一的 在哪里合一 在基督里合一 中国人你懂吗 不懂 中国人的家庭 它是一个小社会 它不是家庭 family不是社会 两个词 完全不一样 中国人 中国的家庭是个小社会 是一个宗族 是一个社会的一个小单元 博士家庭 家庭是丈夫和妻子 加上上帝 谢谢啊 第几了 第五 第五 第五是中国人不懂科学 中国人以前是完全不知道 什么叫科学 后来科学进了中国 然后就突然就变成了科学主义 所以中国人反正是读点书的人都是科学控 或者叫科学主义 你看中国有一个最奇葩的科学控 就是方舟祖同学 哎呦那叫一个笨 虽然拿了个美国博士 但是对科学一瞧不通 不知道科学的边界在哪里 你都不知道一个事物的边界在哪里 你就意味着你根本就不知道它 现在边界是很重要的 就像你人类生物生活在地球上面 你根本不知道你人类行为的边界在哪里 你就意味着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一个人 对吧 第五了吧 第六 中国人不知道什么叫反抗 中国的历史都是个什么 都是一部反抗的历史 毛泽东说人 农民只有农民才是创造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中国的一部历史就是一部暴力革命的历史 中国人就是反抗反抗 只有反抗 可是中国人我告诉你 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反抗 中国人反抗都是用同样的方法 方法来彼此反抗 比如我们这些在海外生活的人 比如我们那些反共产党的人 其实你是在用共产党的方法 反共产党 你那不叫反抗 谢谢啊 你那分赃 你根本不叫反抗 真正的反抗不是这样子的 真正的反抗是首先怀疑自己 真正的反抗是在观念和方法的团面 完全跟你反抗的对象不一样 你用共产党的方法反抗共产党 你那不叫反抗 你是共产党的盟友 所以最后你一定会被共产党收买 毫无疑问的 最后你一定会被共产党统战 最后你一定会成为共产党的一部分 毛泽东反蒋介石 那不叫反抗 那叫分赃 那叫助理分赃 那叫皇帝 什么什么各领风骚十五百年 那叫什么什么 皇帝轮流坐 明年到我家 根本就不叫反抗 好吧 毛泽东把蒋介石赶走了 毛泽东是一个更坏的蒋介石 中国的历史就这么简单 没有一点点所谓的改进 没有真正意识的反抗 那么第七是什么呢 就是不知道一个人 你作为一个人 你到底生活在哪里 这个圣经传统 圣经里面第一句话 由上帝提供给人类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where are you 你在哪里 中国人不知道 从来不问这个东西 你在哪里 你告诉我 你自己想想 你静下心来想想 然后你如果你会写东西 你沉下心来 你就这个话题 你写一篇文章 写个随笔 你能够用一百字或者一千字 你能够说出你到底在哪里吗 你说不出来 中国人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你不知道自己存在的位置 所以在出现各种荒谬的现象 你一个中国人生活在美国 你还是像一个中国人 你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你在美国 你不是在中国拜托 你一个人生活在日本 你是一个日本人 你不是中国人 你为什么还想到中国人呢 这都是因为你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你的观念没变 你的味觉没变 这是讲第二个中国人的问题 真的我们说中国人出来以后脱脂 脱脂真的很难的 第一是无法摆脱人的味觉的习惯 无法 我们的大脑是由我们的口腔 是由我们的舌头控制的 非常的可怕 第二是我们的七大观念 七大观念 真的是完全控制我们 以至于我们在任何地方 即便是我们今天一个人去的南极 我们在那里住着 我们还如果把中国人的那一套错误的观念 那一套臣服的观念 带到南极去 然后把那个地方弄乱七八糟的 弄得脏兮兮的 那么第三个中国人很难摆脱的 就是个很简单的东西 之前我也讲过 就是我们无法摆脱对所谓的乡愁 夜楼归根 什么叫夜楼归根 你的根到底在哪里 你作为一个人 你的根到底在哪里 我们不想这些 我们就是觉得 小时候我在那里生的 我的根在那里 夜楼归根 衣井还乡 你的家乡到底在哪里 这些都是一些很有意思的问题 如果你不接受基督信仰的训练 如果你不度圣经 你不仅不思考这些问题 而且你永远永远永远 永远无法提出这样的问题 我们说一个人提出问题 比解决问题更重要 真的 这句话我太认同了 我们如果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的话 我们就永远提不出问题 所以为什么我们我在做这个节目 我也就是哎呀 整天就是说有些人都烦 尤其是没有信仰的人 就很烦我 估计为什么老是老是老 扯着扯着 就是扯着你的信仰去了 因为我中国人觉得信仰是一个私人问题 你在公共场合说什么呀 我告诉你信仰不是私人问题 就像阳光不是私人问题一样的 一个人你能离开阳光吗 一个人能离开阳光空气和雨水吗 那离不开 那是你生活的必备的条件 我告诉你圣经话语上帝的话语 对一个人的存在而言 他也是这样 中国人在诸子百家之前 而且在周代的时候那是有上帝的 你再回头去看看 诗经里面 诗经不是分三块吗 封 雅 诵 第三块 诵 你去看 那完全是那个时候的国王 周代 周王 周文王 周五王 他们祭典或者是祭祀上帝时候的那些诗歌 那是那个时候的人是有上帝的 虽然那个时候的人很有可能 也再也没有看见圣经 再也没有看见约伯记 再也没有人看见创世记 再也没有人看约伯记 但是那个时候的人是知道人是有上帝的 只是处在一个遗忘的开端 到今天为止 中国人已经完全遗忘上帝的话语 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些人要厚着脸皮 要拼着面的 让你们骂 让你们讨厌 我们要去像给你送一本圣经的 给你们讲上帝话语呢 因为人如果不认识上帝话语 就处于一片黑暗之中 就等于念自己的家乡都没找到 谢谢大家